立法会选举日、港铁、五间宣营巴士和电车 都为市民提供免费的搭车优惠 立法会选举今月19日举行 投票由上午8点半到晚上10点半 政府宣布当日给市民免费搭港铁、巴士和电车 但是有关的免费服务不包括机场快线 也不包括来往机场各个口岸、通宵巴士线 和来往大婴山南等的路线 运输署当日会监察交通情况 协调政府部门和公共交通营办商配合乘客的需求 政府预计当日搭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需求 或者会比平时多 呼吁市民出楼之前、出门之前要留意交通情况等等 跟进立法会地方选区的选程 来到最后一区、新界北是接让内地的选区 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规划、矛盾等等 四个候选人认为要如何处理呢 作为政坛新人 单凭他的名字未必知道他的背景 前年港铁831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是太子站经理 曾经是北区区议会票王的他 上届旬区议会第一功能界别 晋新议会 这次转跑道又行不行 我处理过新界东北的发展 是帮助到村民得到合理的安置和赔偿 令到东北发展计划顺利推行 我是提倡了要停双飞、限乃令 还有做一些跨境专网等等 是帮助化解一些矛盾 苏先生,这么巧,过来覆训吗 他是现任元朗区议会主席 你好,我是三号候选人 同样是区议会出身 强调自己的专业有助地区发展 我会尝试好好地分配我的时间 我希望两方面都能够兼顾得到 我本身是一个律师 所以我是非常善于解决问题 特别是解决各方的矛盾 政府建设北部都回区 新界北成为发展重镇 这个愿景又可以怎样做好 如果我们想一件事 快点见到成效 长远有一个好的发展 首先需要基建先行 制定产业的政策 和改变现时 先起楼后运组合的模式 基建先行这个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传统的市区那里是上班之外 我们亦都可以增强原区就业 同区还有这名女候选人 他说自己对地区议题 政府政策都不太熟悉 参选只是抱着一个希望 新界北选区包括了北区和元朗区的西北部 即是天水围、楼浮山、新田、洛马洲一带 而连接内地的陆路口岸 大部分都坐落在这个选区 母先电视机者 郭永恩报道 城规会讨论大坑西新村重建项目 申请人认为重建期间 原居安置居民不可行 已经成立小组协助居民主理搬知问题 项目获城规会有条件通过 事件局和香港平民屋与公司合作 重建有超过50年楼宁的石建美大坑西新村 并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地职比率 由现在的5.5倍增至超过8倍 已提供大约3300个单位 当中大约1300个会安置现有住户 但居民一直反对先签出后搬回的安排 要求原居安置 城规会核下都会规划小组委员会 讨论有关重建项目 有居民到场请愿要求暂缓申请 规划处在会上说 申请人认为保留两栋楼宇 用作安置居民的原方案不可行 而一次过完成重建 只需要大约5年 较分阶段落成快一倍 他又说根据终极搬迁方案 居民可以选择获得赔偿之后搬走 等合资格人士租回重建之后的单位 以及考虑购买首置单位 申请人已经委托一个社区联络组 协助居民处理重建期间的安置问题 实际居民一下 项目剩下约2000数个单位为首置盘 将参考事件局另一个手字盘换言易居的做法 在详细设计的时候再来定单位面积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新增4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而昨日公布的一宗输入个案 证实有Omicron新变重病毒 过37岁的男患者6月在本港完成接种疫苗 今个月7日从美国乘搭CX881航班底港 是机场检测程阳性 同日入院检测抗体程阳性 病毒量高 基因測罪分析确认 带有Omicron变异病毒株 累计有5宗个案 至于新增的4宗输入个案 全部属于完成接种疫苗 当中3个患者今个月8日由越南抵港 在机场检测程阳性 带有L452R变种病毒 剩下一个患者在上个月20日由英国抵港 酒店检疫期间确诊 变种病毒检测结果代定 初步确诊又少过5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主持公务员学院的成立典礼 这间公务员学院的概念是来自新加坡 2017年8月初 林郑月娥到访新加坡期间 曾经到当地公共服务学院参军 当时她说计划在香港设立相同设施 为公务员提供更好的培训 同年10月 林郑月娥在她第一份施政报告建议 设立公务员学院 全面提升培训设施 从而加强公务员 在领导才能发展 同市民互动沟通 创新及科技应用等范畴的培训 公务员学院也都需要注重加深公务员对国家发展 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认识 增强公务员的国际触角 并且促进同其他地区的公务员互动交流 分享本地公共服务管理的经验和心得 林郑月娥在第二年的施政报告 宣布已经选定官堂一幅用地 在新学院和其他设施 新学院可用楼面面积 大约15000平方位 预计2026年落成 在位于官堂的长远院之启用之前 原本在北角政府合处的公务员培训区 会是公务员学院临时院子 政府公布立法会选举日 多家公共交通公司提供免费搭车一位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当局想尽力宣传新选举制度 但担心没有反效果 立法会选举今个月19日举行 投票由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半 政府说多个公共交通营办商 当日全日会提供免费乘车一位 包括港铁本地服务和巴士路线 当日无需拍白特通卡 机场快线就除外 也有专营巴士 限开九巴 新巴成巴 龙运巴士和新大鱼山巴士 大部分的日间路线 但就不包括机场A和NA路线 口岸的B线 通宵巴士N线和豪华巴士P线等等 而电车同样免费 如果有我心仪的一个代表 你没有交通过程我也会去的 走去我也会走去头一跳 我受不了 我家里跑去的地方 因为很方便 楼下都有也很方便 如果六人监是没有的 免费的都会有着数的 你黄泥冲到 你走去政府大楼上 你说远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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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选举指引 选举事务处会偏配选民在鄰近 选择登记住址的票站投票 据了解除非借不到场地 否则市区大部分选民 登记住址和投票站的距离不远 相信步行短时间就可以到达 不过若是偏远地区 例如郊区附近 可能未能够安排 最近的票站就需要踏车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当局今次的安排 并不是想推高投票率 但担心会出现反效果 主要来说 我觉得政府是希望 各方面认为政府重置的选举 因此会出尽全力来方便市民投票 而避免引誤 有人对政府批评 说政府未尽全力 提供交通方便 对于提前选举的投票率 作用有限 反而还未会有些人 因为有了交通方便免费乘车 他还跑去做一行活动 他估计假如市民今次踊跃投票 竞选气氛热烈的话 日后选举未必需要再作类似的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对道